我大多數的新人婚紗都跑去楊明山 但雖然楊明山不是不好 只是說因為我住桃園 所以我覺得桃園天氣都很好 我也希望他們可以來桃園走走 因為楊明山有時候天氣 反而不是這麼好控制 重心不穩 太重 這就是被桃園啦 婚紗紗對我來說就是拍下兩個人戀愛時最美好的畫面 其實不管在哪裡拍都是可以的 只要兩個人是相愛的 所以我的婚紗風格營造出一種兩個人在浪漫時的畫面 所以我有時候找一些景點會特別注重建廠的光影 就是說它必須要一個很明亮的陽光 然後也會有比較暗的地方 而且我的畫面比較會是那種蔓延在整個畫面的光線 然後我個人因為我比較特愛 夕陽黃昏跟山景水面 這類型會比較多 因此,可要是在這兒臻部... 她們跨在這兒內 她們跨在這兒 她們跨在這兒 我還會把她在這兒 很恐怖 而且她們跨在這裡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说桃园是最难玩的地方 说起来很有特色 但是大家很像都腻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 大家没有发现的美景 其实都很值得介绍给大家 可是这一次我是希望 用我的角度去诠释 我们想展示桃园的美感 感谢观看